受到颱風影響 本屆U12世界盃少棒競標賽 中華隊首場賽事 迎候到二十九號 對手是東亞強權 同時也是U12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隊 面對強敵 中華隊眼震已待 教練團推出王牌強投邱雅恩 掛帥先發 同時當綱第四棒 希望能為團隊搶下開門紅 因為雅恩他有打過那個小馬 他有對日本的經驗 而日本武士隊也毫不怠慢 總監督緊端紅河提前到場 先針對A組其他對手做足勤搜準備 面對地主臺灣的賽事 推出王牌左投 誰也苍見 攻擊端則一改過去崇尚 小球戰術 增加追求長打的比例 這點中華隊也有所應對 日本是用左手的投手 那跟小朋友已經交代得很清楚 左手的投法一定是用七球來對付你 所以說七球一定不要放過 我們的三個外野都是以判斷能力U 然後第二個就是速度來對付他們的長打能力 聽完賽前訪問國際賽傳統好戲台日大戰 馬上就在台南亞太國際棒球場熱鬧開打 吸引數千名觀眾進場 要為中華健兒們好好加油 今天來看那個跟日本隊的比賽 就是希望他們大家都可以平安出賽 然後拿冠軍 平台灣GoGoGo 可以打出拳雷打 然後得分贏得這場比賽 看我直指比賽 周華隊曾啟嘉背後四號 他第一次選上國家代表隊 然後再來就是他平常很努力 所以我們退地從他選上第一次之後就 第一場比賽就來到台南 然後這個氛圍現場一定是不一樣 因為尤其是他們才國小 其實給他們的鼓勵是要更大 阿拉隊賣力應援 搭配加油 吶喊聲 響徹雲霄 這就是熟悉的聽台灣最強後援輝 期許在球迷們的加持下 中華隊能夠力退 強敵日本 在本屆賽會拔得頭籌 我愛推台 丁毅 陳文化 台南採訪報導